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已经决定要做高级经理的洗手一下 决定 是决定了呢还是一时冲动 往往有很多人听了一场很兴奋的这个课程之后 就这个很冲动的很草率的就做了决定 可是当一遇到了一些挑战挫折之后 就忘记了 甚至把他给他放弃了 希望你们不是 希望你们是这一个真正的悟道了 甚至是这个生死熟悉了 然后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事实上做案例的人很多 从我开始做案例到现在 三十几年了 真的 也看过太多的人加入了案例 可是毕竟真正在案例事实里面成功的是属于少数 其实这个跟任何其他行业都一样 成功的都是少数 绝大部分的人 不管任何一个行业 可能都是普普通通 我想 严定很多 其他的行业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从事 然后放弃 然后失败 我不知道 可是案例我很清楚 大部分 做案例 做到一半 放弃的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严定 是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业 其实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如何做是很重要 可是更重要的是要知道 为什么你要做案例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 这个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要问一下你自己 你为什么要做案例这个事业 真正的去深思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做案例 案例对你的意义在哪里 价值在哪里 因为如果你没有真正 问清楚这个问题 你没有搞懂案例这个事业 真的 你只要碰到一点点的挫折 你就把这个事业给放弃掉了 你知道有很多人是很天真的 以为案例很容易做就可以成功的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说 你不需要什么付出 你就能够得到美好的结果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每个人都可以成功了嘛 对吗 其实成功是要 真的是要经过努力 成功甚至要付出一点代价的 不可能是免费的 所以我认为你一定要搞清楚 到底做案例的价值在哪里 值不值得你投入那么多的时间 各位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嘛 对不对 如果不值得的话 那你干脆在家里抱孩子 看看电视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这个出去用个餐 暑假的时候 带孩子出国去玩 这样不是好吗 那为什么要去牺牲这些时间 而投入案例这个事业呢 难道只是赚一点钱罢了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假设今天 你看懂了案例这个事业 而且你已经知道 你为什么从事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你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个事业 我等一下会讲一些道理给你听 首先我先告诉你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事业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我做案例很单纯的 很简单的 我是看到钱 因为我那个时候没钱 我想赚钱 年轻嘛 27岁嘛 我又想买房子 又想买车子 所以我只是看到钱 而从事这个事业 那当然也遇到很多的一些挑战 可是后来我克服了 其中的最大的严厉 就是因为 我遇到了我的贵人 我的领导人 Dr. Jelly 那么他给我很多的启发 因为我那时候在想 我26岁 我两手空空 我很愿意打拼 可是他已经四十几岁了 而且他已经很成功了 他很有社会地位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牙医 牙科医生专业的 而且甚至是一个牙医工会的理事长 我想一个人拼了二十多年 你想要当上一个牙科医生 要花多少年 当上牙科医生之后 你还要花多少年 才能够建立你的声望 你才可能当上牙医工会的理事长 当上牙医工会的时候 还在做案例 我那时候很兴奋 我想说 我幸好 我还没有像那样 花那么多时间 当上牙科医生 才来从事案例这个事业 我二十来岁的时候 我就碰到这个事业 我怎么可以轻易地 把这个事业给放弃掉呢 有没有遇到挑战 有没有遇到困难 有没有人拒绝我 当然有嘛 可是我没有因为遇到挫折 或者是有人拒绝我 我把这个事给放弃掉 因为我看到案例的这个价值 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当时我看到案例的 最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价值是 我觉得案例可以给我保障 我是一个天生很懒惰的一个人 我觉得一个人 要成功要努力 可是要努力多久 我才不愿意要打拼 三十年五十年 还要再打拼 退休之后 还要担心退休的生活 我回想起 我爸爸工作了三十几年 退休之后 银行给他办一个 非常盛大的 这一个所谓退休晚宴 然后送他一个 不是老律师手表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好像是Omega的一个手表 哇 我爸爸非常高兴 可是退休金那么一点点 一下子就用完了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不要像我爸爸这样 那么辛苦的 努力工作三十几年 然后退休之后 还要担休退休后的 种种的这些生活费 安利给我看到的 他最大的那个价值 对我而言就是保障 也就是说 假设我努力个几年之后 我成功之后 我可以得到保障 我不需要担休这个问题 所以我当时我就非常努力的 从事这个事业 我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很多人搞了老半天 安利一直做不起来 弄了五年 安利还在那边上不上 下不下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研究是 你根本没有看懂 安利这个事业 很多人做安利 就是坐坐停停 停停坐坐 我不喜欢这样 我觉得要做吗 要做吗 就全力以赴的做 不要做吗 就算了 所以我希望你今天回去 好好地考虑这个问题 想清楚了 我可以跟你担保 你想清楚了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一定能够很快地 把这个事业给经营起来 很快地 你都可以跟我一样 成功了 你知道吗 当时我只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我26岁做安利 我28岁我就退休了 我不知道你们羡慕我 我告诉你 我那个时候做到钻石 我的事业是非常稳固的 其实我的六个市场都非常的大 我这六个市场 最差的一位是做到钻石 其他的都是双钻 三钻 甚至皇冠大师 你说我可以退休吗 我当然可以退休啊 对不对 最大的优势等于说是 如果你的方法正确的话 你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退休的生活 我回来做安利事业 因为我喜欢这个事业 所以当时六个月的时间 我迎游四海 我到欧洲去 我到美国去 我到日本去 我可以告诉你 我回来的时候 我的事业还在不断地成长 各位 这是我们要的安利事业 这也应该是你要的安利事业 所以方法也非常重要 正确的方法 你成功之后 你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这是你要的嘛 对吗 所以今天假设 你看懂了 你了解了 你为什么做安利 不是说你赚多少钱的问题 而是你的收入 可以让你享受多久 赚多少钱重要 赚多久才是真正的重要 这是安利真正 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 可是这么多年之后 这些我都有了 这个钱我也有了 保障我也有了 可是我还是回过头 来继续地做安利这个事业 为什么 因为我悟到了一个道理 其实 成贯 我们这个团队 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我们发展这个事业 我们有一个愿景 就是有一个mission 不是有一个vision 有一个愿景 也就等于说 我希望你能够花点时间去了解它 就是说你做安利 你要找出一个愿景 就是一个 你对未来的一个憧憬 你一个愿景 OK 你看到的是一个未来 不是只是看到眼前 看到现在而已 那成贯的愿景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 钱方位的成功人生 我觉得钱很重要 可是 钱不是万人的 对吗 我认为做安利 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追求一个 幸福的家庭 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同我的看法 有很多人 这个因为成功了 可是这个 怎么讲 这个家庭不幸福 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国家要强 首先 家庭要幸福 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一个道理来的 所以 从事安利这个学 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们很重视这个家庭 对我来讲 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 我的父母亲 是我最重要的这个资产 我也希望每一位成贯的佛伴 都把这个当作是你们最重要的资产 你们的家庭 对你们来讲是最宝贵的 而安利这个世界 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家庭关系 非常重视夫妻 你看你们加入安利是这个 两个人是同一个这个市场的 你不能够说 太太一个市场 这个先生一个市场的 出国旅游的是夫妻 一起出国去旅游的 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旅游都是全家人可以去的 明年 今天我们到哪里去 楼威去的时候 很多像这个欧生明跟我讲说 他带他的这个 带他四老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跟这个他太太的爸爸妈妈 一家六口 一起这个做那个 我觉得这不是很理想吗 对吗 那陈彤 今天的特别嘉宾 好像也会带他的这个 爸妈妈妈跟这个孩子 去出席这样的一个旅游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 就是一个幸福的一个家庭 可是有幸福的家庭 如果你的身体不健康 我觉得也没有意义 对吗 还好我们安利事业 我们有营养食品 有催来 也就是因为有扭催来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花时间去学习 如何才能够健康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的东西 全方位的不是只是财富而已 当然财富也非常的重要 哎呀 幸福家庭没钱 我觉得这个 是吗 没钱这个 这个好像这个爱情 也不是那么的这个迷人 所以财富也很重要 所以我认为啦 这个幸福的家庭 健康的身体 这个财富 还有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保障 那当然 我更希望的就是 你们能够非常快乐 我希望你们每一次来开会 都非常的快乐 永远要记住 做案例 要用非常快乐的心情去经营这个事业 你要享受从事案例事业的乐趣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记住 你要快乐的做案例 我发觉很多人就不懂这个道理 每次做案例做的这个苦瓜年 如果你做的那么累 谁要跟你做案例 请问一下 努力是需要的 可是当你有业绩 当你很快乐的时候 你就不会感觉到累 你想想看 今天假设你做案例 哇 你一天到晚 就是那么感觉 让人家感觉是很累的那个样子 真的人家看到你就怕 你也不用想去推荐人了 没有人要跟你做案例的啦 对吗 因为你做的不快乐嘛 你做的不快乐的话 你推荐不到人 所以这五大要素非常的重要 财富 保障 家庭 健康 快乐 可是我觉得 你们一定要去体会 成官的这个愿景 有这个追求 这两个字 是追求 为什么要追求呢 因为 你不是现在马上就有财富 跟这个保障的嘛 对吗 这些是要去追求的 托尔斯泰 那个大文豪 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是 人生要不断的追求 为什么要不断的追求呢 因为你活在这个项目 你就要不断的追求嘛 也就等于说 当你追求的时候 就是对着未来有个憧憬 也就等于说是 你有希望 多美啊 当一个人对他的未来 有希望的时候 就会有活力 就会有朝气 也就是 你是活的 你明白吗 所以追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各位 当你追求的时候 因为你要成功 你要追求真功 你就要想办法去求进步 叫成长 这是做案例的另外一个价值 因为你看我们做案例 有很多的挑战 OK 可是 我们不断的去克服这些困难 克服这些挑战 我们会不断的进步 你不觉得这很好吗 难道你要做一个永远都不会进步的人吗 难道十年前的你跟十年后的你还是一模一样吗 各位 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这是你要深思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很喜欢案这个事业 为什么 因为他让我们可以追求一个前方位的成功人胜 如何做到呢 我可以跟你讲 其实你们大部分的应该这样讲 都已经做到主任机以上的 那么其他可能有少部分是比较新的 不过也应该都已经是这一个 加入一段时间 而且都已经大概 很清楚 案例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业 你想 还有很多人愿意坐在外面来 这个听客 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 刚才我一开始都一直提到说 我们希望能够快 OK 可是 你们 有很多真的 我看到你们真的很多 尤其是前面的一些 虽然我可能叫不出你的名字 不过我已经看过你们好几次了 如果我看过你们好几次 还叫不出你的名字的话 很有可能你们还没有什么突破 那为什么做了一段时间 还不能够突破呢 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 现在有一些人 就是有一些心理的问题 怎么样想心理的问题呢 就是 又很想做 可是有点怀疑 然后 又觉得说 现在 这个做案例 好像 比以前难 我刚刚 昨天才跟这个 葛永晴 讲一谈课 那葛永晴 今七年做到这个FC 整个团队 非常这个 非常成功 我看到几个团队 下十人 他们的那个发展的这个速度 我在想 奇怪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做得那么好呢 大家都是一样在这个 他们是在天津做案例 OK 那 那现在有一部分的人 他们会有种想法 就是说 哎呀 好可惜哦 为什么不是十年前做案例 对不起 可惜也没有用 因为 已经 没办法去扭转了 OK 时间 是往前的 你要接受它 你十年前 没有碰到案例 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 你不做一个决定 好好做案例 十年之后 决定你会后悔 OK 十年后 做案例的会很羡慕 你们这个时候做案例 我常常碰到很多 我以前的这些佛伴 他碰到我的时候都说 啊 福先生 真的 我当时没有听懂你 所以现在都有点后悔了 我说 你现在 做都不后悔 十年后 你会够 你会更后悔 而且我可以 很确定的跟你讲 现在做正是时候 现在做比十年前更好做 现在的案例 机会比十年前更有吸引力 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为什么刚才讲说心理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一直认为说 十年前 我们国内的这个机会比较少 十年前 这个 一般的工资比较低 所以案例很有吸引力 言外之意 就是现在案例 比较没有吸引力 现在机会比较多 谁说现在机会比较多 你告诉我 我可以告诉你 十年前你没有掌握机会 你已经错失了很多的机会 不是吗 很多人是十年前 真的 机会的确是十年前 比较多了 不是吗 十年前很多机会的 你如果十年前 没有掌握这个机会的话 你不要后悔 真的 我只能看到网路上的一个 一些所谓的网路的什么 一些用语 或者是一些话 有一则是这样解的 他说 我本来 有机会成为富二代 可惜我爸爸没有掌握机会 我记得以前 我们这个爸爸就会 如果孩子 这个没有成才 都会说 恨铁不成钢 现在年轻人是 恨爹不成钢 真的我想起 我以前看了一个故事 一个美国黑人小孩子 小小年纪的时候 就要去这个田里工作 黑人小孩子 在这个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都很辛苦的 这一天 这个黑人小孩子 就跟妈妈抱怨 说 妈妈 上帝很不公平 为什么那些白人的孩子 都可以去读书 为什么我不能够呢 为什么我们家那么穷呢 你知道吗 很多妈妈 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你的孩子 这样来跟你讲说 妈妈 老天爷很不公平 为什么别人有大房子住 为什么我们家 没房子住 那么穷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哇 这个黑人的妈妈 真的很不错 她看着那个孩子 摸摸她的时候 她说 孩子啊 我们家穷 跟上帝没有关系 我们家之所以穷 是因为你爸爸 从来没有想过要富有 哇 我觉得这一句话 对那个孩子的影响很大 所以这个孩子 从小他就知道 我们家之所以穷 是因为爸爸 从来没有想过要富有 所以如果他也是一样的话 那么他以后 他的孩子也会 问他同样的问题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开始想要富有 所以长大之后 他真的成为一个 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 所以就真的是一个 想法的问题 我觉得这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当这是题外话 讲回我们刚才所讲的 为什么说现在 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因为 现在你说要创业 我觉得真的机会 比十年前少很多了 做案例 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是要做销售 就是要做推荐 对吗 那现在很多人跟我讲说 北京销售很简单 刚才这位 他是一个月卖几万 哇这个可以卖个五六万 甚至十万的 真的 富一平还讲过 他的团队里面 每一个最起码都会卖个一两万的 因为现在产品很好嘛 又有知名度嘛 又有广告嘛 对不对 不像十年前 十年前 谁知道什么叫纽椎来 谁知道什么叫雅芝啊 你要去卖 真的不大容易卖的 所以现在嘛 很多人说 哦 要卖 很容易卖 可是 可是 的推荐就 比较难 所以有很多 很多的领导人就跟我讲说 哦 我们以前出很多人 现在 出人就比较少了一点 那是因为你的想法的问题 你如果能够改变你的想法 我可以跟你保证 从今天开始 你会推荐很多人 而且可以推荐 很好的人才 来发展这个事业 因为我常常听很多人讲说 啊 你现在吸引不了人才 错了 各位 是因为你不懂得 前世安利这个事业嘛 你不懂得怎么讲嘛 OBB会不会讲 你确定你真的会讲吗 我告诉你 有很多人 夜做夜不会讲OBB 开始做安利的时候 可以推荐到很多人 可是后来就不会推荐人了 甚至 有很多人 常常跟我这样讲说 哎呀 傅先生 我推荐了很多人 可是他们都不动耶 他们都没有正在做耶 他们都不像我那样 认真做安利耶 谁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你那么认真做安利 为什么你推荐的人 不跟你一样认真做安利 那是因为你的推荐方法嘛 你前世安利事业的方法嘛 我发现很多人就想很快的推荐人进来 结果呢 就专找那些容易推荐的人推荐 所以常常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 一代不如一代 就是哥哥推荐弟弟嘛 对吗 那就都是往这个推荐 比你年轻的容易讲嘛 对不对 这个条件比你差的 你比较有影响力嘛 不是吗 我条件比你好 我都做安利还 你还不快点做安利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很容易把人给推荐进来 可是你用这样的方式推荐进来 他懂安利吗 他不会做安利的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安利 有很多人又想要快点做安利 就见价出售安利 什么叫见价出售安利 就是把安利当作没有价值一样 安利很容易做的 那你想想看 他加入安利 他什么态度加入安利 安利很容易做了 你叫他来开会 安利还要开会 他来不来 他当然不会来嘛 因为你给他的观念就是这样 安利很容易做了 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就可以成功了嘛 对吗 安利 安利没有什么投资的 安利不用 没有风险的 可以退的 你都是告诉他这些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目的就是 想很快的把他给拉进来 安利嘛 当然啦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能拉了很多人进来 问题在这里 你拉什么样的人进来 你拉的都是那些 没有真正把安利当一回事的人 拉进来嘛 那这一些人是因为觉得 安利很容易做 安利不用投资的 安利没有风险的 安利可以退的 不用开会的 不用付出的 好了 这一些人一大堆加入了安利 变成是你的一个负担 因为你觉得你推荐了很多人 为什么这些人都不做 你要叫他开始来开会 开始这个什么 这个发展的话 他不来 你不觉得对你是一种伤害吗 你不觉得是一种负担吗 我可以告诉你 这样做的话会很累 也就等于说很多人不懂 所以他付出很多 做得很辛苦 推荐了很多人 可是推荐的人都没有把安利当一回事 我宁可要你推荐少一些人 可是你推荐到真正要做安利的人 其实做安利本来就有两种 一种就是你推荐的一些人 他是客户来的 这些人你就把他当做客户 他可能一买就七千块钱 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买 他喜欢爱产品 那当然你如果用产品推荐的话 你可以有很大的业绩 那另外一种的话 你就要真正的钱是什么是真正的安利 然后让他看懂安利这个事业 让他加入安利这个事业 各位你知道吗 很多人做久了的 讲OPP的时候 讲一大堆 该讲的 没有讲 不该讲的 就讲一大堆 然后有些人做久了之后 信息 因为他没有什么业绩 你知道吗 所以就没有把安利是一个事业 因为他觉得好像 他也没有赚几个钱 所以他如何吸引人 你知道吗 他就讲安利的价值 安利的一些奇特性 安利是个什么人做人 安利是可以交朋友 反正讲了很多这些 安利的一些观念 理念 对不对 当然安利本来就是很有 这个所谓的 这些价值的东西 可是你不要神化它 这东西是稀的 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要讲 问题是 安利是事业 你没有讲 安利是生意 各位 安利是让你可以赚钱的 一个生意 一个机会 你没有讲 你知道吗 安利的使命是什么 安利的使命 就是安利提供一个 最佳的创业机会 所以今天你根本不了解 安利是一个创业机会 你使命的讲一些 跟安利好像有关系 又没有什么关系的 一些比较稀的东西的时候 老实讲一句话 你可能会吸引一些 人进来 可是这些人 可能就是喜欢安利 可是他不去做安利 再加上有一部分的人 是因为他认为说 我这个对象 他是老板 我这个对象 是一个工程师 我这个对象 是一个医生 我这个对象 是一个什么教授 我这个对象的收入 一年有一两百万 所以 我要讲这些东西 才会吸引他 对 这些东西会吸引他 可是如果你没有把安利 是一个赚钱的 一个事业机会 全是清楚的话 请问 他如何的 投入安利这个事业呢 所以 这是一个关键点 好了 你们听得那么专心 我就好好地教一教 如何讲一场OBB 好不好 你们没有听过 黄冠冠大使讲OBB OK 听父后监讲OBB 听父后监讲OBB 其实要推荐人 真的你要学习 如何很简单的 OK 在二十分钟里面 就把这个安利的OBB 全是很清楚 只要二十分钟 真的 OK 如果你讲太长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 讲一些不该讲的东西 太多了的 二十分钟就可以讲完的东西 为什么你要讲两个小时 你告诉我 你要记住一个话 太多的重点 等于没有重点 因为他不知道 你到底要销售他什么 你讲太多东西了 对吗 所以他会模糊了 他会乱掉 所以你应该讲重点 讲该讲的东西 二十分钟就可以讲完了的 有一句话你要记住 就是 成功的人是把 复杂的东西 简单化 普通的人是把 简单的东西 复杂化 那我们很多做安利的人 也做也复杂 一场OBB讲下来 哇 讲两个小时 什么都讲 我发现很多在中心 讲OBB的时候 放那个 那个 那个 骗子 那个叫什么 PowerPoint 哇 密密麻麻的 很多东西 很多的字 我觉得你放那么多 你自己 高兴而已 我觉得 有些东西 真的是意义不大了 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话 是简单的讲 就很吸引人的 尤其我们讲说 presentation 就是说 当你要做一个 说明会的时候 就是你讲 OBB这个说明会 记住 你把它协会之后 一对一的讲 你今天要 你只要花一天时间 你就协会了 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太简单了 你协会之后 你就 你就 就把你的 所有的朋友的名单 列下来 我不知道你可以 列多少个名单 如果你能够列 一百个 两百个 你就列吧 然后每一个 你都想办法 让他听你讲 OK 因为我们的OBB 太吸引人了 安利实在太棒了 到我很难去想 有个人会 季节你的 安利这个事业 因为没有任何的 这个理由 他会这个 不加入 安利这个事业 我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今天假设你能够像我 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觉得哇 好像 这几乎不可能 会有任何人 会会季节你 因为太好了 太吸引人了 那你每一个 你都讲 一对一的讲 天哪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一个月可以推荐好几个人 如果一个月 你推荐四个人的话 你一年可以推荐 五十个人 十年 你可以推荐五百个人 很厉害 你知道吗 那不得了 你要做宏观大使 都可以 你不觉得吗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地去 今天我教你的这个OBB协会 OK 因为他会帮助你创造财富 真的 他会改变你的一辈子的 这个生活 那这个OBB呢 要怎么样去前世呢 就像刚才我所讲的 怎么样去把复杂的东西 把它这个简单化 OK 然后呢 把最重要要讲的东西 你一定要讲出来 就五样东西是你一定要讲的 OK 反正你一定要记住 这二十分钟里面 一定要把这五大点 一定要给他讲出来 那你讲的时候 你要记住 怎么样去让他真正的去 悟到这个事业 真的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事业 在没有讲之前 我讲一下那个 苹果电脑的创办人 苹果电脑创办人 叫这个乔博士 你们有没有人 这个用苹果的东西 有吗 很多人都很喜欢 这个苹果的这个东西 不管是苹果电脑 那个iPod 或者是这个iPad 或者是这个iPhone 现在苹果电脑不得了 这个真的是这个 风靡这个全球 那乔博士为什么那么厉害 你知道吗 他每一次 就是当他这个设计出一样新的东西 要做展示 要做说明会的时候 他会亲自上堂 然后他做说明会的时候 他会去前世 他所设计出来的东西 那他很清楚一个道理 如何的把复杂的东西 简单化 OK 简单到每一个人都听得懂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记住 你的OBB要讲到 每一个人都懂 小学生都懂 家庭主妇也懂 不喜欢数字的人也都懂 哇那不得了 那你就可以推荐很多人 那我发觉到我们很多人 讲OBB 讲了老半天 人家听不懂 那你想想看 你的 PowerPoint很多张 然后你讲得很厉害 讲到口默很飞 结果人家听不懂 那你的OBB有用吗 没什么用 对吗 怎么去讲 才能够打动人家的心 你看乔博士就厉害 我打一个比方 他这个 早期他在这个 说明的iPod iPod是随身听 那我们都知道iPod 就是等于说是听营业的 他当时在这个销售iPod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 其他的这些厂牌 在做这种销售的时候 都会提到说 他们的这些容量 容量比如说 内存是多少兆 多少兆 对吗 那请问一下 你听懂吗 多少兆多少兆 老实讲我也听不懂 多少 五兆跟十兆有什么不一样 有差别吗 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所以他们讲很多这些 非常专有名词 一些比较技术上的东西 乔博士在做说明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个iPod 可以把一千首歌 装进你的口袋里 哇你看 谁都听得懂 对吗 能够把一千首 我们喜欢的歌 装在口袋里 随时随地想听 就可以听 哇 多少人被这样的一个 哇 吸引做了 谢谢 谢谢 所以 所以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电脑 它不是有那个笔电吗 笔记型电脑 笔记型电脑不是 那个 对 可是最薄的那个叫做Mac Air 那其实有很多人 但是讨厌这个笔件太厚 谁都喜欢薄的 可是他怎么样去让人家觉得真的很薄呢 那一般的这些厂牌 都会去计较说 多少个什么公分 多少公分 请问一下四公分跟三公分 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想象差异在哪里吗 想象不出来吗 你很难想象它很薄很薄嘛 对吗 你看乔博书他出来的时候 他说 你看我的这个笔电 他拿一个信封拿出来 说薄到可以装进信封里面 这太厉害了 我们的人一般上就知道信封是装纸的 装纸的是很薄嘛 纸是很薄嘛 如果连笔电都可以装在信封里面 那那个笔电一定很薄嘛 对吗 哇 前场宏洞 所以大家都会记住 Mac Air是可以装进信封里面的 所以你看它的说服力非常有穿透性 所以各位 当你们在讲这个OBB的时候 你就要记住 这五点你要怎么去讲 要很简单的讲 第一 你要记住 你一定要 让你的对象清楚的知道 这是事业 这是神力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讲了 OBB讲了一个多两个小时 你都没有办法让对方 把它当作是神力 他加入的话 他也不会去经营它 所以这是你一定要前世的 第二 你知道吗 很多人当你在跟他讲安利的时候 他总是会有一个所谓的 一个想法 就是说 对你有什么好处 如果没有好处 为什么你一直要 这么殷勤的要来找我 是不是这样讲 我们都怕被人家利用嘛 你的朋友也是一样 这是心理 对吗 所以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安利是一个公平的事业机会 我觉得这也非常的重要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大部分的人真的 如果你能够让他们明白 这个很公平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有才干的人 他要做安利 因为这市场上真的很多 他有能力 可是他始终觉得说 对他不公平 那好像他的同事条件比他 他就是一直往上升 他就是原地踏步 很多人真的很苦闷 这些有能力的人 又不喜欢去这个 跟人家这个 怎么讲 有所谓的 去讨好老板 或者是干嘛的 这一些人 有才华的 他希望找到一个 公平的一个机会 能够让他发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棒很棒的一个 能够找到好人才的 一个事业来的 各位 还有很多人 甚至包括我们做安利的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想 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些观念 就是 始终觉得上 好像我们做安利 推荐我们的人是不是赚了很多钱 安利公司是不是赚了很多钱 我可以告诉你 不要有这种想法 做任何事情 都有人赚你的钱 你上班 我不知道你的职位是什么 铁定 你的上司的薪水一定比你高 你的总金 你的薪水一定比你高 同样做半个小时 为什么 凭什么 他的薪水是你的十倍 董事长的 这个 收入比你高的更多了 他搞不好 天天在打高尔夫球 我们替他卖命 可是 你就是拿那 几千块 一两万 两三万的薪水 对不对 所以 做任何事情 都有人赚了钱 好了 你怕你的上司赚钱 你怕你的公司赚了钱 那不要上班吧 那不要上班做什么 做生意 那请问你做什么生意 不关你做什么生意 都有人赚你的钱 你不要以为说 你做生意要赚别人的钱 请问一下 你开一件卖衣服的好了 你每天打算盘 我卖了多少件衣服 我赚了多少钱 你每卖一件衣服 后面都有人赚你的钱 不是吗 对不对 你的衣服谁提供给你的 提供给你衣服的人 他赚你钱 你帮他卖衣服 你不要卖衣服 你卖手表 你卖什么手表 你卖劳力士手表 你花多少钱 装潢 进了多少货 你投资了几十万 你每卖一只手表 你赚几个钱 是 你有赚到钱 可是 劳力士手表的总代理 也赚了你的钱 劳力士的总公司 也赚了你很多钱 所以 不管你做什么生意 你开工厂也好 你开零售店也好 你开餐厅也好 是啦 你赚到钱 可是 也有人赚你的钱 其实 不要怕人家赚你的钱 重要的是 你问你自己 你做这件事情 你能够赚多少钱 对你公平不公平 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对不对 你们多少人 已经做到这个 主任机以上 几手 几高一点 哇 都已经差不多一半以上 都做主任机以上了 那我跟你讲 身为一个领导人 一定要记住 这个 我们要帮助这些 比较新的佛伴 OK 让他们感觉到说 这个会议的气氛是 非常这个 轻松快乐的 所以你们不要只是 这个 记笔记 知道吗 这样不是感觉好一点吗 是不是这样 这样也不会累 因为你鼓掌的话 就 血液循环也比较快 对健康也比较好 你们都要当钻石嘛 对不对 要当钻石 都要先协当领导人 要当领导人 先协会鼓掌 好 这个 牵涉了 这个 安利是自己的事业 安利是公平的事业 OK 所以你要讲清楚 那 安利是一个 忍住人的事业 我觉得 这也一定要讲清楚 为什么 因为 你要真正让人家 喜欢安利这个事业 你要告诉他 是如何成功的 然后在安利现在成功 你就要帮助别人成功 这是个人住人的事业 不是个狗咬狗的一个事业 这是很重要的 对吗 所以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你把安利的这个优势 都讲出来了 所以安利是自己的事业 安利是公平的事业 安利是个人住人的一个事业 更重要的 也是最重要的 安利是个大的事业 OK 不然的话 当你碰到一个收入一两百万的 你都发抖了 不敢讲 你都觉得说 他不会做安利的 他已经收入一百万 他怎么可以做安利 对吗 可是今天假设 你能够让他看到安利的大 安利可以赚四百万 五百万 八百万 那他赚一百万的话 他对这个 有没有兴趣 有 那问题 你怎么能够看到安利是大的事业 可以赚那么多钱 怎么讲呢 这考验的嘛 对不对 好 这是第四点 那除了说安利是一个大的事业机会以外 我觉得安利最新是刚才我所讲的 保障 OK 赚多少钱 很重要 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赚多久 有很多传统的生意人 一些中小企业 我告诉你 他们很辛苦的 真的 你不要以为说 哇 很多这些做生意的 他们真的每天拼命的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开间小店 他不做 他就 其实赚辛苦钱 而且他不做 他就没有收入的 其实很多中小企业是没有保障的 那有很多这些做生意的 他们可能合股的 更多的问题 你不觉得吗 很多人就是三四个人合在一起 刚开始创业没问题 可是到有一点点的时候 哇 那个有很多的一些 争执就出来了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好的对象 那问题是安利那么好 你们不跟这些对象 这么好的对象讲 不是很可惜吗 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为你没有让他看到 安利是一个大的失业机会 而且是一个有保障的一个失业机会 赚一百万很厉害 可是你赚多久 这一单生意我做成了 我赚一百万 那下一单呢 不知道 可是安利是 我们希望说你每一年都能够一百万 你想想看 哇每一年一百万 十年二十年一百年 你还是还可以继续的 这个发展这个事业 不是很吸引人吗 多少人就是因为这点 加入安利这个事业 可是你不全是他 那安利何来的吸引力啊 所以安利是很有吸引力的 就是这五点 这五点就已经很厉害了 为什么你们还要讲那么多其他的呢 我不说其他的不好 不需要讲 而是你没那么多时间嘛 满汉前夕太多了 对不对 三十道菜 你吃得完嘛 你就有一个胃嘛 对不对 你就挑最好吃的嘛 同样那个道理嘛 安利的好 太多了 有五个特点 十个特点 二十个特点 你就挑五个 最好的嘛 对不对 那你觉得这五点是不是最好的 对嘛 对嘛 问题是怎么讲 OK 比如说 安利是一个公平的事业 我发现我们很多 你们这些做到这个主任级 或者高级主任的 你们每次前世他的时候 你们到前世的时候 讲完之后就要解释说 这个A推荐B B推荐C 然后推荐你 A是最早加入的 可是他没有做 他挂领 那B呢 可能做到主任 或者是高级主任 然后C呢 做到这个经理 你呢 你是最勤劳的 你做到高级经理 所以你的收入最高 很公平嘛 可是问题是 你又多讲了一样东西 虽然那不是很复杂的吗 我觉得 不需要讲这个 也能够让人家看到公平 这才是真正讲OBB厉害的地方 不用讲这些东西 那有很多人讲保障 又另外再解释什么4%领导奖金 又开始解释 如何才能够拿到4%领导奖金 你又加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又复杂化它了 所以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说我的OBB厉害的地方 这些都不用讲 都能够让人家 都能够让你的对象 能够真正的悟到这五大优势 而且我跟你讲 只要一张纸就够了的 有没有一张A4 side的纸 借我一下 A4 side的纸 A4 A4的 A4的纸 对 对 A4的纸 我建议你 这个口袋里面 多放几张这种A4的纸 OK 我现在做阿弟是随时堆地的 碰到一个人 刚好愿他出来喝茶 纸拿出来就可以讲了 而且其实只要一张 你两张就错了 因为你两张就要翻了嘛 对不对 那不是增加这个难度吗 跟复杂了吗 你多加那些东西进去了 我不要你多一张 我就是要你一张 太厉害了 就是一张 五点全部讲清楚 这厉害不厉害 非常厉害 你看 而且我认为 讲无比最好的方法 就是业 就是业他出来 一对一的讲 反正 麦当劳也好 咖啡厅也好 staff都可以 任何一个时候 你业一个人出来 OK 协会之后 记住 想尽办法 把这些对象全部业出来 你要记住 你如果没有业他出来听 是你对不起他 因为这么好的机会 有什么不告诉你的朋友 不要等到五年之后 他怪你 对吗 所以你把你说这些朋友 真的想尽办法 业他出来 然后一对一的 记住 跟他讲 然后跟他讲的时候 也要知道 怎么做 你知道吗 做也要有方向的 记住 我们很多人 这个 讲无比比的时候 你如果在麦当劳 你做 对不对 记得 不要面对面 你不要他坐在你对面 面对面是一种 谈判的那种感觉 对吧 他不是你的对手 他是你的伙伴 这样坐在你旁边 OK 因为你坐在旁边的话 你这张纸 他才很容易看得到 面对面的话 你要转过来给他看 你讲的时候 你要转给他看 对吗 所以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在这个旁边 好 怎么讲呢 其实你们都是 资深的领导人 因为很简单 我连这个白板都不需要 我可以保证你听得懂 你看 如果我这样讲 你们都听得懂的话 如果你真的画出来的话 对方一定懂 对不对 其实我就把这个当作一张纸好了 当作一张纸 好 你在讲的时候 记住 在这三分级的地方 比如说我开始讲的话 负费 我就跟负费讲说 假设他是我的对象 负费 案例 有十种收入 会不会讲 我先告诉你 第一种收入 这是最基本 最终的收入 我就写下来 第一种收入是 业绩奖金 我就写 在三分的上面 那我就把那个业绩奖金表 就写好了 你要事先填好也可以 OK 这个多少三% 多少六% 然后这个 2169% 然后63412% 到27% 10527% 对吗 大家都清楚吗 好 这是上半部 OK 那下半部 记住你要做一个表格 做一个表格 把这个奖金 把它做一个总结 一个总表 这个你们应该 如果不懂的话 跟你的领导人 这个问一下 他知道怎么做一个总结 好 这是三分一的地方 在左边 OK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案例有十种收入 我先跟你讲 第一种收入 业绩奖金 3%到27% 太清楚了吗 好 接下来 在另外的三分之一的中间 这个部分 你就开始写 这个你 会不会写你 然后一花 你卖六千块钱 其实我通常都会问 我说 哎 卉平啊 你 假设这个 做这个事业的话 你觉得你一个月 你会销售多少 老实讲一句话 不同的对象 有不同的回答 有些可能 应该可以卖个两万 应该可以卖个一万 有些可能卖个两千 有些人根本不会回答 对吧 你一定要先知道 对方可能会回答些什么 记住 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 OK 不回答也都没有关系 只是 当你这样的话 有跟他一个互动 他会想一下 因为我们讲OBB 首先我已经告诉你 你们很多人用什么电脑讲 一弄出来的话 全部密密麻麻都出来了的 用这种方法讲最笨 为什么 因为你在讲前面的时候 他已经看到后面去了 他变得没有注意听你讲 我们是要 就等于说是 当你讲的时候 你要去掌控 OK 你要掌控 他一直注意 注意你的这个 说明嘛 所以你如果这样问他的话 他如果一回答 不管他有没有回答 他都会去想一下 这是我们要的 对吗 好 那么 假设说 他说会卖一两万 好 可能你比较 这个会销售 你说 安利是自己的事业 你是老板 安利没有规定说 我们应该卖多少 你看 我就把安利是自己的事业 讲出来了 所以安利是自己的事业 我们是做生意的 所以卖多少 我们自己做决定 所以你要卖两万可以 你要卖这个十万也可以 有很多人很会卖的 卖个五万八万都有 有些人可能他不会卖的 卖个一两千 有些人甚至卖不出去的 合理嘛 对吗 而且你看 我通常都会这样 有些人可能卖一点点 有些人可能会卖个一两万 有些人可能会卖个十万八万 记住 我通常会把十万八万 放在后面 的确是有很多人会卖十万八万 可是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因为十万八万讲完是很大嘛 有没有人卖十万八万 有 所以我也没有骗他 只是 他不一定要卖十万八万 对吗 那当我讲一个很大的数字 然后我又把它讲到 假设说你卖六千 突然间就很容易了 对吗 一大利吗 所以 OK 然后呢 我又跟大家讲说 因为我们自己做生意 你是老板 你没有规定说 我们要卖多少 所以可以卖十万八万 也可以卖六千块钱 现在假设说 你一个月卖六千块钱 那你就看这个表嘛 那六千块钱 百分之九嘛 还没有达到六千三 所以领不到百分之十二 所以六千的百分之九是多少 五百四 所以很简单嘛 五百四嘛 我就在表这边 就把这个五百四写下来了嘛 所以你的业绩是六千 你的奖金是五百四 我就写下来了 你的收入也是五百四嘛 所以业绩 然后奖金 然后收入 所以业绩是六千 奖金是五百四 收入是五百四 所以他一看就清清楚楚了嘛 这个有没有不懂的 没有嘛 六千赚五百四嘛 谁都懂 而且安利这些事业也讲了 那接下来 我又开始讲了 那安利 除了销售以外 我们也可以做推荐 开发市场的工作 OK 那 假设 我就可以问他了 我们都去找一些 跟我们一样想赚钱的人嘛 那 你的朋友也很多嘛 那 你会推荐多少人 他也可能会想一下嘛 多少个也不管嘛 对不对 那你就讲嘛 说 有些人可能会 推荐到一个 有些可能推荐不到人 因为安利是自己的事业 我们是老板 你看我又在重复了的哦 记住哦 安利是自己的事业 因为我很重视他 我又常常会重复的 所以安利是自己的事业 安利没有规定说 我要推荐多少个人嘛 你可以推荐一个 两个 也可以推荐五个 八个 也可以推荐 十个 甚至四十个 可以吗 可以 你看当我讲到 推荐四十个 其实有很多人 真的他推荐四十个 甚至一百个都有嘛 有没有 有没有这边推荐 超过四十个人的 记住一下 有嘛 对不对 好 那 假设我这样讲完之后 这个数字又很大了嘛 那我这样讲说 假设你一个月推荐一个 四个月之后 你就可以推荐四个 突然间发到很容易了的哦 因为我一定先把难的先讲出来 推荐四十个是难的哦 可是推荐一个 一个月 四个月 推荐四个 就很容易了的哦 而且合理 所以他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是你 推荐四个 假意丙丁 我就写在这里 OK 好 安利是这些事业 所以假意丙丁 该卖多少呢 每个人 他自己做决定 所以 有些卖多 有些卖少 有些卖好几万 有些可能卖两千 一般来讲 假设 假意丙丁 都卖六千块钱 所以我一直重复 安利是自己的事业 好了 接着下来 我就开始诠释 安利是公平的事业 我说安利是很公平的 一个事业来的 安利跟谁推荐谁 或者是谁是谁的朋友 没有关系 OK 你认识安利公司的总经理 或者是你不认识他 都没有关系 安利是 跟 看你的业绩 你的收入是跟你的业绩成正比 多劳 多得 合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卖这个六千 你的收入是这个五百四 假意丙丁 他们都卖六千 当然他们的收入也是五百四 不会因为你推荐他 他的收入就比你少 这样就不公平了 对吗 所以他卖六千 所以他也是五百四 也不会因为 你跟假的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假的奖金比较高 都没有的 通明的 奖金多少就是多少的 这个很公平的 所以你就强调这一点 安利是公平的事业 加一丙丁 好 那现在你不是四个市场 加上你自己六千 那请问一下 你这个市场总共卖了多少 对吗 五个六千 三万嘛 好 三万的话 你就知道三万 我们的收入是多少 你们这些做那么久的 五千四 所以业绩是多少 奖金是多少 然后收入是多少 就写下来了 对吗 OK 好 接着下来呢 第三个阶段 安利除了这一个 到了这个阶段懂吗 因为问题的 假 你推荐 假一丙丁 每个六千 总共这个三万 然后奖金是多少 就讲给他听就好了 那接着下来 安利是一个 人助人的事业 OK 假一丙丁 他看到你除了销售以外 你还做推荐 记住哦 你要强调说 你的工作比假一丙丁还多 因为你除了做销售 你还要做服务 你还要做这个培训 还要做管理的工作嘛 所以当然你的收入会比较高嘛 安利公司会提供这些服务的奖金给你嘛 那讲多少你就讲给他听嘛 大约是这样嘛 好 接着下来的话 安利是个人助人的事业 你 假一丙丁也希望 能够有这个收入 那他没有推荐的经验 那你可以帮他嘛 所以如果你帮假一丙丁 他们也开发市场 当然每个人 从经营自己事业 他们可能开发多一点 少一点 所以假设说 假一丙丁都开发四个市场 每一个都卖六千 那请问 假这个市场 假也推荐四个市场 每个市场六千 加上假自己六千 请问 假这个市场总共卖了多少 三万嘛 所以假一丙丁 四个市场 每一个市场三万 你加上你自己的六千 你现在帮忙安利公司开发了多大的市场 十二万六千嘛 真的很容易算嘛 对不对 所以等于说是你帮安利公司推广了 这个开发了这个市场 所以安利公司的营业额变成十二万六千块钱 是因为你的关系 你所付出的 那当然你做了很多推广的工作 开发市场的工作 服务的工作 培训的工作 安利要 这个奖励你嘛 这样才公平嘛 对不对 哇 你要开发市场 你要做培训 你要做辅导 你要帮忙别人成功 干了那么多 帮忙安利公司 创造了十二万六千块钱的营业额 安利公司不奖励你的话 你要做嘛 你就不会做了嘛 所以我觉得是很公平的 所以你所开发的市场越大 你所创造的业绩越多 那当然安利公司要奖励你 这才是非常公平的嘛 所以整个市场的话 已经达到十二万六千 已经超过十万五千了 所以你可以零百分之二十七的奖金 所以你看这个奖金算起来之后 已经超过一万多块钱 一万两千多块钱了 一万两千多块钱 一年是十四万多 十五万块钱 如果再加上 那个年终奖金的话 你的收入已经超过二十万 差不多二十万 OK 所以你讲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讲了三个重点 安利是自己的事业 安利是公平的事业 安利是人住人的事业 那安利是一个大的事业 怎么讲 有时候就比较麻烦了嘛 你可能会开始思考说 安利的另外的九种收入 是不是要开始拿出来讲 哇你讲这些东西就很复杂了 不要开始跟人家解释东西 人家听不懂的 很难的 我跟你讲 简单的讲 你看 今天你开发四个市场 你的收入是 二十万 当然对很多 等于说 一般 北京可能不够了 二十万一年 我不知道 北京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一般的人 三千多块 那一年二十万很吸引人 谁说安利没有吸引力 也很奇怪 我还以为说 北京的收入是三万块钱 三千多块的话 那当然一年二十万 是非常有吸引力了的 真的 而且对很多家庭主妇 他在家里面可以上班 不用去公司上班 他还可以照顾孩子 我可以感觉很有吸引力了的 对不对 他不用去上班 或者是他不用把工作辞掉 他兼差 他一年还有整二十万的收入 我觉得安利已经很有吸引力的 只是对那些一年收入 一百万的人可能来讲 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对不对 好 那假设你的对象是这样 你怎么办 你有的对象是一年收入一百万的 对吗 你要把安利 这是一个大的事业 讲给他听 我告诉你 看对象 假设你这个对象 是一年收入一百万两百万的话 代表这个人是成功的 对吗 对 不管他是做生意 或者是上班的 这个人是成功的 那这个人是成功的 我们更要推荐他 因为他成功代表他能力强 你为什么不推荐这些人 对不对 而且我告诉你 越成功的人 他越 怎么讲 他的这个思想 越开放 而且 比如说这种做生意的人 他能够有一年一两百万的收入 他交友满天下 他一定对象很多的 所以安利你跟他讲 我跟他讲 这些做生意的人 有机会赚钱 他绝对会想赚钱的 没有想说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的他爱钱 做生意的人 难道他只做一样生意吗 做生意的人 只要有机会的话 合法的 OK 又可以赚钱的 又没有风险的 他当然要赚 他为什么不要赚 只是你没有办法 让他看到案例的大 那 简单的 你看 你只是跟他假设 假设这个俊华 俊华是你强人 OK 这个 这个 开了好几家 这个餐厅的 这个 生意很忙 这个一年收入一两百万的 我就跟俊华讲 我说俊华 你看 你这个事业做得那么大 可是案例这个事业 可以锦上添花 你看你现在 你发展这十个市场 你一年有二十万的收入 四个市场 你就二十万的收入 假设你有二十个市场的话 对不对 二十个市场 二十个市场就 好几百万的收入了 对吗 对不对 如果我觉得 陈俊华可能野心更大的话 我就跟他讲说 你看四个市场 你有二十万 假设你有四十个市场呢 我告诉你 你们没有去想他大的地方 你想想看 假设说 人住人的事业 你这四十个市场 你都帮他们做到 二十七% 二十七% 你FA四十分 对不对 没有八百万 也有九百万 对吗 不止 四十个市场 最低最低 都FA四十分 因为下面如果出了 几个钻石的话 五十分六十分 甚至七十分 那可以上千万的收入 不是吗 一般的人可能 你不要跟一个 一般的人将讲到 什么四十个市场 吓死他了 可是这些大老板 你不怕 因为他收入本来 就是这么多的 还有 我觉得不要去小看 那些年轻人 我认为 很多人就看不起年轻人 不是看不起年轻人 始终觉得说 年轻人 怎么讲 那个 抛高物眼 对吗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这个购买力 推荐了 一大堆年轻人 没有业绩的 谁说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认为 很多年轻人 其实苦闷的 他始终觉得 他说 哇 我有机会成为富二代 爸爸没有掌握机会 没有关系 你掌握这个机会 对不对 你告诉他 掌握这个机会 各位 年轻人是敢想的 真的 我一直说 很多年轻人 你知道我以前做案例 我26岁做案例 我推荐的像 陈关田 这个吴东方 吴东方比我还年轻 那时候好像是 这个23岁 还是22岁就加入案例了 我带了一大票 全部都是年轻人 而且当时做案例 都是一些 30几岁 40几岁的 我的团队 全部都一例 清一色 全部都是这个 20来岁的 这些年轻小佛子 哇 我们很有干劲 我速度很快 我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是挂零 我遇到我的领导人之后 他启发了我 我第三个月 就马上开始启动 我第三个月 就上15%了 然后短短 四个月的时间 我就上27%了 速度很快 哪里有时候 年轻人 对不对 我们有梦想 我所推荐的 像吴东方 全部都很有梦想 所以我们的速度 非常的快速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四个月 我就上27% 然后第八个月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团队 这个达标 达到27% 第九个月的时候 我有另外一个团队 达标 达到27% 你看那个速度快不快 哇 那个时候 我马上成为 全国知名人物 安利的签子 安利的签子 不是说 马来西亚人家认识我 是安利里面 因为安利 大家看页刊 很多看到 都是我推荐的 我发展出来的一些年纪 那个时候 不好意思 那个时候 15%就商业看了的 也很厉害了 也很厉害 所以那时候很多嘛 而且我的领导人 就很高兴 说他团队里面 出了这么一个 非常积极的年轻人 而且那么多年轻人 做起来 他就到处去宣传说 哦 这个年轻小博士 幸福的 这个做了十个月 就已经有两个市场 达标了 做了九个月 就有两个市场达标了 第十个月铁定 可以做到明珠了 哇 九个月就可以上明珠 哇 他到处去 这个演讲就宣传 所以每个人碰到 我就恭喜 哦 父亲你上明珠了 嗯 对对对 你知道年轻人 就比较好陷 你知道吗 喜欢秀 这个很正常 对对 赞美一下 这个飘飘蓝 真的 被人一赞美 就飘飘蓝了 哇 那个头就大了 哇 那个是真的是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 结果你知道吗 诶 这个 呃 本来 为什么我很有把握 十个月 第十个月 我就会上明珠 因为我有两个市场 达标嘛 第三个市场 已经百分之 二十四了的 而第三个市场 是陈观田 陈观田 当然陈观田 因为我们这个陈观田 当时 因为陈观田很会讲 我是比较内向的人 我那时候静静的 很多人看到我 就是以为陈观田 是我的推荐人 因为讲课 他比较会讲 讲课 哇 饱满 服务间讲课 没有人要听的 所以不一样 所以当时就 这么厉害的人 应该 应该没有问题了 24% 以他那种气势 所以应该 下个月就上27%了 所以 问到我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 很自豪 问到陈观田的时候 他更自豪 他比我更会陷 没有问题 可是 这个老天 就要考验我们这些人 你知道吗 天意将大 任意识人 也必先 对 对 真的 我跟你讲 其实从事案的这个事业 哪一个时候会出状况 我们不知道 哪一个时候会遇到挑战 我们不知道 各位伙伴记住 遇到挑战的时候 你的心态最重要 很多人 就是 业绩好的时候 意气风发 非常积极乐观 行 没有问题 暂时可以 遇到挫折的时候 突然间 没气了 就突然间 变消极了 消极还没关系 还开始抱怨了 糟糕了 我跟讲 这些人没有前途的 人 最重要是 记住 不管是好天气 不好的天气 不管是业绩好或坏 永远要保持乐观 永远要相信 未来是会好的 我觉得这是人 每一个人应该要具备的一个 所谓的正确的这种态度 业绩好的时候 乐观 业绩不好的时候 更要乐观 真的 一到挑战的时候 更要清楚的知道 说 你需要努力 不要被打倒 我那个时候 本来 十月份应该可以上 这个民主要的 哎呀 很可惜 成官田 我这个最厉害的 这个伙伴 哪里知道 他从百分之二十四 没有上二十七 反而掉 而且掉得很惨 掉到剩下百分之十五 掉了好几几 哇 那个打击很大 因为人 有时候 所以就是 高兴过头 到处去认为说 自己会做起来 结果做不起来的时候 这个脸不知道 往哪里摆 你知道吗 那叫问 他刚才就躲起来了 而且 因为可能我们当时 太会陷了 所以有一些人 不知道是妒忌 还是怎么样 就开始去讲一些 风言风语 这个风凉话 甚至有一次 我们在 做完这个会 吃宵夜的时候 我成官田几个朋友 还有一个讲说 你看 成官田 你怎么会讲 你还以为怎么样 伤了没有 伤了没有 还讲说会伤 不止没有伤 掉下来 哇 气死成官田 我差一点 这个起来 就要揍他 你知道吗 哇 忍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 神气 不如神气 对不对 所以 哇 那个成官田 非常生气 可是我告诉你 你看 他就没有 这个丝毫的 这个放弃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 当时他会从百分之 这个 二十四掉到百分之 这个 十五 因为他一个最强的 百分之二十亿的伙伴 被人家挖走了 挖走去做其他的 指销器了的 又不是只有案例 有很多其他的 指销公司 我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 这个不懂 你知道吗 原来还有那么多 指销公司的 以为只有案例 原来还有竞争对手的 我跟你讲 很多人 就是很容易受影响 我可以告诉你 像我认为 人 真的 有时候不能够太精明 太会算了的 你看 那些指销公司 就很厉害 他是怎么去挖 我们这些人 你知道吗 这些人刚刚上的 或者是 有很多上不上下不上 更容易被挖走 他怎么挖 你知道吗 你们案例 案例很难 你看你做那么久 都上不了 然后又不然就这样讲 说你看 案例 案例产品很难卖的 案例赚不了几个钱 案例 案例要做十万五千 才可以上二十七% 我们不用 我们五万就可以上 然后说 案例才领二十七% 我们可以领三十五% 请问一下 你要做 可以领三十五%奖金的 其他 指销 还是要做案例的 二十七%的 那是因为你们懂案例 那些不懂的 真的 那当然是要做那些 三十五%的 我能不能说 有点慌 你知道吗 我怎么办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的人不是被挖光了 对吧 因为案例就二十七% 人家是可以做到三十五% 而且还有一家公司更厉害 他说你们安利 这个要做到二十七% 每个月都要从零算起 你看我们的 可以 对 不归零的 你一个月 一万 十个月之后 你就十万了 十个月之后 你永远拿二十七% 那多容易啊 不是吗 乍看 很有吸引力 他们都不知道 羊毛处在羊身上 我可以跟你讲 这些人太精明了 讲不好听 笨 不要当精明的人 要当高明的人 其实这些公司 当时影响我们很大的公司 现在全部都不见了的 我还记得 那个时候好几家公司找我 OK 因为我的速度很快 好几家公司来找我 给我很多钱 他说你过来我这里 保证我们的奖金 比安利丰厚三倍以上 请问 你要当精明的人 还是要当高明的人 眼前的利是三倍 OK 还有 他还送我进口轿车 我们那个时候 只买一部小小的菲亚特 他要送我进口轿车 那多么有魅力啊 对吗 我告诉你啊 我们根本不看这些东西 为什么 各位 我不知道其他的 资料公司 对我来讲 安利是最好的 既然我已经选择了 最好的企业 我干嘛还要花时间去 这个 所以很多人就是 一下子这个 一下子那个 到最后他自己 信用破产 你要做 就调一家公司 你就全心地做 不管是安利 或其他资料公司 你不要一下子这家 一下子另外一家 到最后真的 你信用破产 所以当时我们很清楚 这个道理 当然 这个 这个所谓的 百分之二十一%的 这个被挖走了 影响的成观点 很大 可是我觉得 态度非常的重要 海明威讲过一句话 真的 失败的人 没有悲观的潜力 你已经做不好了 你还悲观 你的业绩已经掉下 你还悲观 不要因为 遇到一点挫折 在那边抱怨 在那边哭泣 老天爷不会同情你的 我可以告诉你 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对吗 所以当时 我觉得我们受我们的领导人 很大的影响 因为Dr.Jerry 他还有一条 一个市场被挖走的 你知道Dr.Jerry的态度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 他跟这个领导人讲 他说 没有关系 你离开 我找十个替代你 哇 你看 这才是领导人 你不觉得这句话多么的美 对吗 你离开没有关系 我找十个替代你 所以陈冠天那个离开了 陈冠天也是一样 没有关系 你离开 我找十个替代你 他不只找十个 他找了二十个替代他 所以真的 那个月是业绩不好 可是在下一个月 他又从百分之十五 直接跳百分之二十七 而且不到三个月 他就直接上红宝石 不是十五万 而是二十一万的红宝石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时候 所以你们真的不要看不起年轻人 年轻人有梦想的 敢敢去推荐这些人 这些人可以创造奇迹的 因为我们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做不到 没有给他们机会 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个机会 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让这些年轻人看到 这是改变他一生的机会 这是让他从无到有的一个机会 这是让他创造财富的一个机会 所以各位朋友 让这些年轻人看到安利的未来性 看到安利的大 你会推荐到很多很有实力的人 也会帮助你创造你的安利事业 跟你的安利的未来 所以我们的这个速度就一直上 我的业绩就一直波段的上 短短二十几个月的时间 我就做到了这个钻石 所以各位朋友 今天我已经把这五大重点 非常重要的 安利是这些事业 安利是公民的事业 安利是人助人的事业 安利是个大的事业 安利是个有保障的事业 二十分钟 你绝对可以讲完 因为简单 所以你会讲得清楚 因为简短 所以你时间去互动 甚至有时间 如果他有些问题 你还可以去回答他 如果你根本就讲一大堆 你根本不知道他脑海里面讲些什么 你讲完之后两个小时 时间到了 他离开了 我可以告诉你 你推荐不到人 如果你没有把这五点讲完 你推荐的人进来 他也未必把安利当一回事 他也不会去认真这个事业 所以你会做得辛苦 做得累 所以各位伙伴 我今天很用的讲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帮助你们 好好的回去 把你所有的对象列下来 花一天到两天的时间 真的 如果你觉得你不够厉害 你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找一个对象 找一个伙伴 练习这个OBB 如何把这五点能够前世的 像刚才我前世这个贾博士的那种方式 可以让对象感动的 我可以告诉你 你会推荐很多人 你每一个月都可以推荐很多人 其实你每一天都可以推荐人 我觉得中国什么不多 就是很多 我们有13亿的人口 而且是一个不断的成长的一个国家 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可怕 未来的15到20年 中国还是会8%的GDP在成长 各位将来可以创造多大的业绩 你们坐在钻石矿上 你们不起把握 我觉得太可惜了 希望你回去好好的想一下 我希望你能够悟到 也希望你能够在安利西亿里面成功 祝福你们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坐到钻石